本節目純屬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及主持人立場無關 敬請留意 足球堂熱 主持 陳子斑 嘉賓主持 蘇鼓 那當然是最受爭議的VAR 爭議就是有某些球迷 對我來說是毫無爭議的 毫無爭議的意思不是說VAR是完美的 我覺得你挑戰VAR不完美的 那些人是說不說粗口的 說吧沒所謂的 哈哈 我覺得如果你挑戰VAR不完美的 這個人是很糟的 這個世界你運用完美的東西給我看 就是沒有完美的 除非這件事非常簡單 例如高拉技術技術 一進一進一進 那你沒有完美的原因 不是因為VAR看不清楚 是因為你投例寫的時候 本身就是有一些用人判斷的東西 就算看得很清楚 你判的時候 看得多清楚都已經判得很爭議 VAR很明顯已經有個價值在這裏 就是什麽呢 他將一些大家可能一殺那奸看不清楚的東西 變成看得很清楚 當你看得很清楚 才去做冠決的時候 那些看漏眼、看錯的那些已經拿走了 唯一剩下就是看得很清楚 但是判的時候都有一些見仁見智的決定 那些才有爭議 即是說他就算仍然留有爭議 他已經大幅減少了爭議 他將那些看不清楚 但是如果看得很清楚 會是很明顯的判決已經清除了 剩下的那些是看得很清楚 都不知道應該怎麼判那些 是吧 但是有些人就經常抓住了他 說他看清楚都判得有爭議 這個東西不perfect 不perfect就是沒用 那我這樣說 你也不perfect 你便沒有用 那你那個人沒有用 是不是拿去堆前驅前海 哪有東西perfect的 這個世界 真是狗狗的說這些 特首都不perfect 這個政府都不perfect 政府不是用perfect的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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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用perfect的 你不要用perfect的 嘗試一下 不是 藍絲口吻 sorry 藍絲口吻 這個是 VAR這件事 其實甚至乎八年前 八年前 那時候 英格蘭林伯特有一球 入了八界線三個球 然後被人判了 入了那球 是 那時候還沒有高拉技能 那時候還在說 是否用VAR去做這件事 那時候 那時候也有兩位 中國同學在Facebook跟我爭 說一些很保守 很迂腐的意見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欸欸欸欸欸 包括兩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所謂阻礙球賽進度 那現在VAR 證明了它阻礙球賽進度 是非常少的 即每次看VAR 都是一分鐘之內的事 即幾十秒而已 所以我也說這些 這樣說話也都是餵笎 因為你唯一一個爭議的判決 有些球員圍的球證 都圍兩三分鐘 現在不用吵架 出去看一部電視回來有判決 不就比你圍球證更快 圍球證幾分鐘就是阻礙時間 球員重傷也是阻礙 那你那些阻碍球賽的情況根本一直都存在 不是VAR独有 那些東西根本就是一種保守 不接受新事物的思想 強行找些東西去反對你 而那些東西根本在其他情況同樣存在的 不是VAR独有的 第一樣東西就說所謂阻碍球賽進度 第二樣東西說那些什麼人性的錯判 是人性化的一部分 令足球美麗不像NBA美式運動那麽機械化 判錯是會成為經典 我覺得也是狠狗的 這件事你加了人性的drama 本身就會是經典的 不關錯不錯判事 等於現在VAR南韓那場 這樣本來德國不用死變了死 就一樣成為經典 那個經典不是因為錯判還是VAR 那個經典是因為人那種不可預料 那種真是真是 不知中文怎麼翻譯 好看過戲那樣東西 比小說更離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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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廣東話就叫做好看過戲 好看過戲那樣東西 他不一定要在錯判那裏才發生的 VAR推翻更正的決定 都一樣可以有drama的 所以他說那些阻礙球賽進度 保留錯判這件事存在人性化美麗 那些都是傻瓜說的 非常保守封建接受傷市民 還有你想想你為了球迷有那些錯判 可以說幾十人 扼殺球員努力幾十年汗水的公平競技 你是不是球迷觀賞那些茶餘飯後花邊話題 比球員競技更重要 是不是本末倒置 就是這些大球迷心態 就是我球迷有talking point 比你公平競技更重要 那你說什麽 就是是不是吃屎的 說這些東西 是惡疚的 還有就是說 那個說什麽 扼殺了那個人性化 就是那樣東西 那如果你要覺得有錯誤 才叫球賽美麗的 拿走兩個旁證一班 夠了很多錯判 就是你現在是不是特意追求多些錯判 特區政府的施政都有很多錯誤 多美麗 那你就覺得很美麗 那些可能是藍絲20歲 講不講的政治 可能那些是支持政府那些人 就是支持說不要有VR那些 就是他就是喜歡那些 就是中間有得給你造假 有錯誤 覺得人生就是充滿那些美麗的錯誤 如果你是受害者 你敢敢敢敢講 所以不是說 還有一句是講的等於沒有講的說話 我最討人們經常說 是什麽人生一部份 是生活一部份 是球賽一部份 這句說話講完等於沒有講 因爲什麽呢 它是沒有一個好壞是非判斷的 它那些是一些矮的說法 就是一些你沒有辦法清除他 沒有辦法拘走他 你純粹安慰自己是一部份 但是現在有方法去減少誤判 那爲什麽我要接受更加多的誤判 是球賽一部份 球賽一部份是講的等於沒有講的 等於你不如說 黑哨和假球是足球的一部份 黑哨和假球是足球的一部份 我們就要接受它繼續存在 甚至容許它有更加多情況存在 因爲什麽什麽的一部份 這句說話是夠說來的 是夠說來的 是沒有一個是非好壞的判斷在這裏 簡單來說 這句說話其實是一個沒有個人意見 是逃避表達個人意見 暗坦曲線是支持維持原狀的說法 你發覺很多暗坦想維持原狀的人 很喜歡講這種說法 你立法會各個地方都見不到的 什麽什麽是什麽的一部份 所以什麽?所以就容許它繼續在裏 保留它的存在 其實它的結論是保留現狀 但那件事根本就不好 那為什麽要保留它? 什麽什麽是因為這部份 失敗是人生一部份 所以我繼續保留更加多的失敗 在我的人生出現 不是這麽意思 我覺得VAR當然應該需要有 但我覺得 我反而會是 會想怎樣 就是VAR究竟 對於裁決 是有幾個決定性 反而是我比較擔心 其實我覺得VAR是類似 陪審團的角色 你明白嗎?陪審團是給一個結論 給法官做判斷 做裁決 不是 香港那些個案子 好像陪審團的權力比你更大 陪審團直接判了他有沒有罪 是,沒錯 是 我想說 其實VAR應該是給一個 求證 其實這屆有很多爭論位 就是我要譴責這個國際足協 就是為什麽呢? 就是你搞這個VAR 為什麽不去 早些準備去做這個VAR 你不要等到世界盃這個時候 才去做白老鼠 對不對? 他有練習過 他上次 周制國家 但我覺得是不夠 因為 很多時候 就是 球證 好像以前那樣 Linesman一看了越位 立刻給了球證 瞬間已經可以決定到這個是越位 不是越位 那你其實來說 你VAR 應該是 你立刻已經有決定了 六七條矛盾 你已經對著螢幕 立刻已經 一致裁決 這個是越位還是越位 立刻就發了訊號給球證 沒有需要求證 特意又要去看螢幕 還要 還要 我覺得這個 我不是這樣說 我覺得是程序公義 程序公義 程序公義 因為最後 最後整場所有判決 都是球證作主的 是啊 是啊 其實你只能夠提供一個證供給球證 最後球證去判決 譬如你用龐證的例子 龐證如果講越位 通常球證是會相信龐證 因為球證沒有那個有利位置去判決決決位 是啊 但是球證去聽龐證另外一些意見 例如 有些位是龐證比較近 誰打誰 誰有沒有犯規 其實龐證不能夠代給球證做判決 龐證只能夠描述 我不是說龐證做判決 而是龐證是負責給reference 你明白嗎 龐證從來都是給reference給球證 不是龐證做裁權 正如现在VAR也一样 VAR就传个讯息给 所以他就要去看电视 但我觉得球证不需要看 因为其实如果你VAR已经有结论 需要球证多看一次 VAR不可以有结论 因为VAR不是主裁 因为主裁是要背起 整场球队裁决的责任 他只能够看资料 很简单 你说元不元位那些 就相对客观 但老实说 守不守球 还有踢脚或者拉衣推撞 其实大家就算所有人看同一条片 都可以有不同的结论 那条片几清晰也好 所以这些位置 VAR不可以代主裁做决定 主裁一定要用他 所以我不是说 go back to 好像这个 好像这个 所以我不是说 go back to 好像陪审团的角色 陪审团 如果你有六个人在VAR 陪审团 就是VAR里面先做了个裁决 先做了个决论 然后求证一听 那你也是取代了 那我不贊成VAR做陪审团 我觉得VAR最多是一些证据 譬如举个例子 VAR我当做法医 这样就合理了 他给一个最objective的事实 display出来 事实就是这样 但是最后他不可以参决裁决 我觉得VAR最多好像法医 法医或者精神科医生报告 那类的东西 我就不赞成VAR好像陪审团 还有一个BON 有什么手不手球 其实一定要是主材自己 不但是 譬如 譬如这几段 我波佬都说了很多 球例是没有球打手这件事 是啊 那其实波打手其实是一个衍生我们的俗语来的 就是球例他说什么 有没有疑图 有没有张开身体 有没有additional motion 就是有没有多余动作 那这些东西其实是很 很个人判断的 就是同一个动作 同一个角度 同一条片 你可以A裁判可以觉得有多余动作 而B裁判可以没有 In a way 我觉得球例是挺含糊的 这个情况一定要留给主裁判 是啊 还有我觉得 如果不是这个就好像有些人说 BAR做了主裁判 最后 我觉得BAR做主裁判也不要紧要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 今届来说 我看到有些球证就是 明明很近距离 看到一个犯规 你自己都可以判决 用不着又去看BAR 是不是先呢 就是你过分去依赖BAR 这件事情是 我觉得是 就是 两位 有时候我就叫近 就有多近都好 但是始终第一是一刹辣 就是没得看重播慢镜 第二你是Single Angle 有时候你很近 但是因为立体感的原因 你多近都好 你单一角度以为有碰到 有碰到脚 第二个角度 你觉得没有碰到脚 我觉得看一看是很稳定的 第二其实看完才判 其实是俗心理就是 等一些不满判决的人 服一些而已 就是我现在是有看了 我才来判你 你想一下 如果那个球证有时看 有时不看 球员都不服了 是不是先 总之有真意我就看 那你服了吧 我觉得是好一点的 就是不要说 纯粹是太顺利自己的眼睛 那你做球员都不服的 因为刚才那边投诉 你就看 我这边投诉 你又不看 是不是 两边都看 球员就会服一点的 而且我觉得有些地方可以改善 例如说 你不用每次都去看螢幕而已 你可以拿着器材 类似mobile那样 在mobile那里看就可以了 又要来回一分钟走来走去 我觉得这些位置不需要 我觉得这些是要改善的 我想可能手机的螢幕不够大 还要持有iPad 我的结论就是 我不反对VAR 但是我觉得VAR 是那个implementation 就是应该要再做得好一点的 我绝对是的 我绝对可以再说一次 可以有检讨 但是我是非常反对的人 就是说VAR有权点 VAR的存在 仍然有不准确 仍然有可能被人造假 所以就扔走VAR 我觉得就是很简单 一个逻辑思维的 你比较一样东西好不好 就不是将它和绝对标准比 它和绝对标准比 就一定是不公平的 是不是 你将那样东西有没有作用 有没有价值 有没有改善球赛 是和它没有的时候比的 是不是 有和没有的比 现在有VAR 真的误判是少了很多的 譬如那一个例子 现在你说 打完三轮小组赛 是不是 用了几十次VAR 用了几十次VAR 剩下来的争议 真的不够五个位而已 是不是 那你就是说它成功清除了几十次有争议的事情 那它就已经大幅减低了足球有争议的地方 那当然啦 有些就是刚才说啦 有些朋友比较拥抱那些争议 觉得有些拗才是Drama 你搞到这些事情清清楚楚无论得咬 OK 你这么喜欢拥抱争议的那些我就 没有 喂 刚刚电话断了 继续说 是 OK 我就好 刚才说那些人很享受那些没有VAR的时候的争议 那些那你享受你的事啦 我觉得这些 就是我 我不懂得挡这些人 但是我自己倒回来 我都可以很享受 我现在看到VAR还原一些应有的赛果 是吧 那是很开心的嘛 因为它跑出去看电视的时候 你不知道它回来的时候是什么判决 我觉得这种心态是什么 很刺激的 好似赌食中 或者赌Sohan等开局那样 而通常那些开局都是还原一个正确的判决 把那个球赛立入正确 那样很刺激的我觉得 我不知为什么这么迷戀的那些争议 我觉得是那个PACE的问题 总而知可能是 就是 当你说永远那些四个球赛就立刻就有赛果 那种那种震撼力呢 可能是因为这样会是 没有了 那你根本根本根正判决就从来都有了 那时候也试过有些球员 中场中虚那时已经被人判决了 愿惠他听不到鸡声 跑跑跑跑跑跑到十九几码 然后射了那波 我兴奋了二三十秒之后才再看到原来越位啊 那样那些本来兴奋了 然后被人控制的那些 其实没有VR都存在的 我最记得九九年 捉中杯四强 重赛 是不是 阿安力卡那球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我的曼迷一定记得 因为他允奋到几个高兴啊 他过了几十秒 接着很为不好意思严位 一够样是有 是不是 就是足球从来都是有些情况就是 你入完球允奋完 接着被人吹回头 说不计迪斯拉拉德高 迪斯拉拉德高这个词是从来都有的 就是你不要说 你没有了VR 就没有迪斯拉拉德高 入了我们就立刻庆祝他很唱快 有VR经常叫回头 因为你从来都有的 是不是 就是多鲠鱼的 就是根本就是 硬硬找些东西来 进这个VR罪的基本上 还有我觉得在这个讨论里面 很容易分到一些 其实是邏輯清晰的人 和邏輯不清晰的人 就是邏輯不清晰的人 经常拿话一路都是这样 什么什么一部分 就是欣赏一些原有古老的东西 你看到这些第一是很保守的想法 第二其实他说不出一些邏輯理据 他只是可以用一些老生常谈 人云亦云的说话 你成为他的argument 就不是一个很structure 所以在这件事里面 你跟一些人谈你发现 你就分到一些logical的人 和illogical保守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